大家好 我是醉影 今天带来一期圈荒链 欢迎在一起人一期半的比赛解说 这场比赛是萧生拳大战袁小雪 双方依然是三稳随机 现在萧生拳和袁小雪真是杠上了 再上一层的话 完胜袁小雪 看这一局还能不能再次完胜 哇 雷盟快速一个大反战打 你想但是连招有点断 断掉之后萧生拳正好是半旋以下 开了一发天地霸王犬 搞晕他 晕掉以后继续开BC 斩力拳吸住 板边再来一发天地霸王犬 应该问题不大 真的来了一发 一波操作KO之后咱们进入到下一场 下一场 我们来看袁小雪的特瑞出场 特瑞清拳掏起 板车梁红凯走一个 好 板车梁继续压住起身 特瑞是有无限连的 看袁小雪能不能用 袁小雪也是三文阶的顶尖高手了 技术不在萧成拳之下 抓到机会一套带走也是相当的熟练啊 地霸取消碎石梯 冲拳取消到一层碎石梯 地霸取消再来个碎石梯 板车梁被直接带走 我们接着看下一场 萧成拳的龙二 一个癫狂到极致的角色 哦 啊 清拳一点取消 开始碎石梯了 特瑞这一套连招简直是绝了 哎 清拳点下 快速掏下盘 但是不料龙二反应更快 哇塞 这不萧成拳真的细节了 但是好像这一套并没有打满 现在再踢一套还是没有连住 特瑞压起身 龙二舌边甩一下 特瑞继续来个冲拳 龙二再甩一下 特瑞闪身一把 龙二继续甩一下开bc了 刀子踢杀舌边 刀子踢杀舌边 再来一把 哎 双方这局失误都有点多啊 对 萧成拳也是有点小小的失误 继续看下一场 萧成拳的克里斯 也是萧成拳最后一个角色了 袁萧雪是不是还要再抓一个机会一套带走呢 咱们什么一旦 想跳逆向 并没有中 哦 克里斯逆向倒是中了 袁萧雪最后一个角色出场 最后一个八神啊 疯狂的八神 八神在此版本中也是超级强大啊 但是伤害有点挂傻 连招很多 八神抓机会 克里斯多多逼人的一个压制啊 胜能再胜能起飞 稍一下 八神圣龙取消 两点取消 快速一个抓 卫连 众手圣龙进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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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 众手葵花开bc 反边要不要接八只女 考考考 中间双bc考考 超杀 这波应该带不走 萧成拳还有一点血 看八神如何将他带走 生龙 生龙双段 八只女 啊 好疯狂的八神啊 好的 袁小雪拿到第一分 第二局 萧成拳看会随机到谁 今天的比拼还是挺刺激的 好 这一局萧成拳用下二米手法对抗袁小雪的猴子 因为今天是可以直接开打的 无规则 高手打的话 你让他无规则直接开打他也不开啊 因为破绽太大了 除非在迫不得已的时候 现在猴子隔击 清拳 老他 变身了 变身以后 夏二米并没有使出来暗黑雷光拳 要使暗黑雷光拳了 暗黑雷光拳 袁小雪直接残了 超杀也空了 夏二米吹个波 袁小雪顶一下 变身 直接开隐藏 哦 隐藏落地 刚好落到夏二米身边 那么肯定要挨这个雷光拳了 前面袁小雪的八神又来了 这个八神超级带劲 八神寻找机会 怼他一下子 哎 跳起来生龙 双段 超比萨 一波超比萨恩导 小沉拳血量一点点 变身 变身以后八神一脚 腾空一脚 将他干掉 直接来到下一局 小沉拳的威普姐姐 哎 威普姐姐快输一个阿大 你向过顶 甩皮鞭 给他来一个疯狂调教 八神回手套 哎 小皮鞭还想再勾他一把 好 勾到了 我们看八神递波 小皮鞭勾到了 勾到以后开比赛走 八神再踢脚 小皮鞭那么再来 哎 杠CD 你向过顶 勾腿勾到 八神没有了 一波操作 将他KO 第四个回合也来了 第四个回合 袁小雪的克里斯 大蛇克里斯 八神没有了 克里斯他还能行吗 感觉克里斯还不如八神呢 勾腿勾到 开比赛板边 皮鞭 开始调教模式 中间BC开皮鞭 还不断的浮空调教啊 哎 没勾过来 因为是浮空嘛 那么威普又开了一套 继续让他吃的小皮鞭吧 小皮鞭拿到第一份 好 下面进行到了 第三局了已经 第三局的话 袁小雪随机的东掌包子 还有赛斯 但是肖身权这一局也很强啊 这个随机的角色 雅典娜都来了 凤凰剑被拨 哎 两点闪现 东掌跳地压住 哦 还是中招 雅典娜强开BC 圣龙腿 起身就闪现被踢 中了踢中断 压住起身 后面中了踢压起身 圣龙取消中了踢来了 圣龙取消 闪电梯走 哎 闪现闪现 两波闪现 东掌继续空抢他一下 中复压起身 后面雅典娜再发一波 东掌又也发波 看雅典娜 雅典娜不行了 KO掉以后来到下一场 肖成拳的草蹄精 哎 耐尔罗 直刃的倒地 中断七手 快刺抢下盘 来了 清腿两点 开BC 一个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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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板边抄杀放一炮 好 中间再压一手 哦 袁小雪的东掌 也是快速开了一个死亡龙卷呀 死亡龙卷风没打到 那么又中大蛇剃了 有草蹄精的肖成拳确实不一般 袁小雪剩下一个 还有两个角色 现在包子出手 草蹄精压住起身 杨哈 包子连牙连招也是特别的猛 哎 中腿 牵牵中腿 开一个贼 一个贼 一个贼 哎 收 没连好 但是草蹄精还是压制的特别猛 哦 有哈 压 用圣龙腿凹了一下子 还真凹中了 看草蹄精后面 发波 草蹄精起身 包子再发波 草蹄精再稳住 草蹄精顺着机会 哎 还是被波了呢 隐藏大招 那么包子就一脚将他干掉 将他KO 接着来看下一场 肖成全的麦卓姐姐 哦 飞一脚踢飞 又哈压 轻全两点 走一下 有哈压 跳在地 压 哎 还想再压 但不要慌 呀 又一个波 轻全两点三点 开一个必杀界 有哈压 后面肖成全血量一点点 已经不行了 今天肖成全他又处于了下风啊 比分一比二 处于下风以后肖成全该如何翻盘 还能不能翻盘 咱们是没带 这波的话他又有草蹄精 复制草蹄精 好 两点 比赛一个贼 一个贼 一个贼 这就开了 一个贼 其实我该就超杀 这局肖成全激情满满 但是还是中了一口大火呀 不好办了 好的 草蹄精 继续压长 又一口大火呀 急是不行的 和袁萧雪打一定不要急 草蹄精也开大蛇蹄了 他太急了 从他这个裸出大蛇蹄 就感觉到肖成全的杀气是足 而且非常的急 又一口大火 还真重了 还真重了 一波操作KO 好 下面来到了肖成全的东掌这里 袁萧雪又一口大火 东掌一个滑铲 直接滑过去 压起身 清全两点 打击都取消 BC开了 中楼梯取消 飞锡取消 闪电梯取消 中间又一个BC开了 死亡 哇 一个黄金飞锡 东掌在手 天下我有 泰拳王 第三个回合 问你啥温姐 哎呀 一个飞锡快速确认 开BC啦 肖成全准备吓死手啦 半边中间不断的取消 再取消 黄金飞锡没有飞到 好 骗出了一手 跳地 又一个飞锡 一点机会也不给对手留 就这么残忍呢 好的 袁萧雪的麦卓也出手了 第四个回合 东掌快速追击 跳一个CT 清拳两点三点 打技都开BC 来吧 取消取消 中间再做取消 再连续取消 不断取消 踹踹踹踹踹踹踹 哎 东掌我住了 哎 中招了 肖成全剩下半血 但是东掌又连到一套 这下真的跑不掉了 直接带走 2比2 好 下面我们进行到了第五局 也是今天的决胜局啊 没想到双方又打到第五局 真的是不容易啊 这局的话 肖成全 用震源战 对抗袁萧雪的东掌 两点直接开超杀 大火 半血没辣 哦 还来了个微火 现在再开一口大火 秒辣 这么狠的吗 肖成全看来是摸透袁萧雪的套路了 只要肖成全用这种超权的压制压过去 袁萧雪就节奏就会乱啊 突然发现 哦 BC 开 震源战还是应对 过去了 开 BC 反边转一下 你口大火 袁萧雪雪量不多 现在肖成全还是要进攻 再进攻 哎 特位你看一直在失误 疯狂失误 可见已经慌了 他直接开了个隐藏 但是也是 杯水车薪的这个隐藏 并不能起得太大的作用 哦 冲拳 震源战雪量不多 直接来一手 特位就没有了 一波操作将来KO 接着来到袁萧雪的气甲舍 这是第三个回合 这是最后一个角色了 震源再开一口大火 好 气甲舍稳住 震源再开一口大火 气甲舍再稳住 好 跳起来 进攻 进攻 一个清脚BC 震源再开了大火 哎 肖成全急于压过去啊 压过去 压过去 银江拳 银江拳没有打到 三比二拿下了 大家来不关注 每天更新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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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